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庭,汪新闻的节目时照顾 今天是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的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以德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汪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 正向保西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的新闻,我昨天看到新闻出了的时候 我真是笑到傻了,为什么呢,太无聊太笨了 因为这样的抗议行为,有两个就要判囚五个礼拜 一个就十一个礼拜,另外有一个应届的DSE考生 他就不用坐牢,不过都大事,要进去更生中心 那就相当麻烦了,暂时这三个人都说要申请保释的 跟着就等候这个叫上诉啦,那我也有看回资料 我想上诉的成功机会呢,可以跟他们说一声呢 买定那本什么,坐牢记呀 或者找邵家俊回来帮忙啦 那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超级愚宇宙无定愚愚 上年二月的时候呢,他们那班人就在美孚里面发起一个区内的游行 他就说抗议呢,政府精勇呢,在美孚新村附近的一个叫做 近住姚宗儿文化馆的叫做 他里面有个旅馆啦,叫做翠瓦山房 作为这个叫做隔离营那样的 那班人就开始疯了,刚才说的那三个人就两男一女啦 就被指当晚搞示威和参与这个倒露 刚才说了,一个就有个19岁嘛 DSE考生就 另外还有个男的呢,25岁的文员来的 那这两个呢就涉嫌习警啦 那除了其中一个呢,被告承认倒露之外呢,其他所有罪名呢 经过审讯之后呢 其实早前是被裁定成立的啦 现在 为什么说他们上诉都看来都是渺茫呢 那裁判官都说 尤其是第一和第二被告,两个人经过审讯之后呢 被定罪,都看不到任何的负义 你不要跟我说是真诚啊,是什么真诚的负义 就是你完全没有啊 你总之说上诉,现在纯粹给大家听说 我不睡炒,我倒露啊,扔东西啊,习警啊,什么也好 我有原因的,就是啊 我要保护美富新村的居民 不让这个隔离营呢 起在这个叫翠瓦山房 其实呢,阻力做什么呢 是不是 始终有需要的话呢,始终都要起的啦 始终都要拿来这样用的啦,是不是 这个又说不放得,这里又说不放得旁边赢 那边又说不放得旁边赢 为什么又,这里又不准,那边又不准 哇,喂,你说不准而已 你做得到吗 是不是呢,这些政府的政策来的嘛 决定了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啦 你还要倒率,扔掉那些法宝胶啊,垃圾桶啊 决定了什么都好啊,就扔掉那些了,挺夸张啊 那我说一下呢,三个被告是什么来头啊,好吗 有个挺搞笑的,一个叫陈,姓陈的女士啦 她就32岁,那是婚礼顾问来的 如果你说婚礼顾问呢 我免得形容她身形啦 有些人就说我什么歧视肥人啦,还是怎样的 说明先啦,肥呢,不是一种歧视来的 因为肥呢,又要重复多次啦 因为肥呢,你是可以减肥呀 那即使你又可以 我也肥呀,我自己都肥呀 你都叫肥呀 你都可以的,你都说肥的 你对比起我肥啦 你对比我肥啦 验身的时候,医生说超重啊 这样,遲些做运动啦 因为你肥呢,是可以改变的嘛 可能到时台阳去做运动的话,那就瘦了 削了啦,削了那些 变得很不健康的 那这些就不叫歧视啦 有些你改变不了,例如肤色啦 国籍啦,这些改变不了的 是吧,例如你 很高的那些啦,超矮的那些啦 矮的做手术就增高啦 增高了多少呢,请问 你没理由矮到 矮到什么,很少的,多串 没理由变成Michael Jordan 这样嘛,没可能的事啦 是吧,讲清楚先啦 那这个32岁的婚礼顾问呢 我们一望的身形呢,应该就做大银者的啦 另外刚才25岁的男的民员呢 还有一个19岁DSE啦 不单止搞到公众地方啦,搞入闹乱啦 也都令到交通受了啦 那刚才所说的认罪呢,就是次被告就承认倒露 其他那些乘警那些呢,就不承认的啦 即是拼一拼就没得扭嘛 那继续讲多一点点的那个案情啦,好吗 好呀 我们听下裁判官怎样说先 那这些相当愚蠢,阻你做什么呢 其实你阻不了的喔 你打到,你打到去 啊,就算你赶走了警察都好,还是怎样都好啦 你挡到整条路,那些车都走不了的话 其实都没用的喔,要起是起在那里嘛 没意义的,做一点的 是,完全没意义的,搞到只要坐监和留案底 我都不知道你做来做什么 为抗争而抗争 是啦,很愚蠢,那案发时候呢 说人数都不少啦,也都有相当多的长者 走来呢,看看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站就不捉了,走过来看看 咦咦,哇,有花生看哦,看花生那个啦 他们当时那个搞事的地点呢,都轮近民居和巴士站啦 马路呢,有三四条的行车线的 所以这帮人这样的倒路呢 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 即是怎样呢,你想瘫痪这里的交通呢 迫使政府去答应你这个诉求 是你最轻易的说这些嘛 嗯 他说啦,就算辩方强调呢 被告只不过搬那些垃圾桶的时候呢 搬那些雪糕桶的时候呢,就是红灯 他们只不过呢,趁那些时候才搬出来的而已 国人倒路呢,意向呢,都是明显的 喂,大佬啊,他当然红灯才出来搬啦 如果绿灯的话,整架车就不是去到 他们自己都害怕被车撞的嘛 是嘛,是嘛 就是,他选择,车要停了 就摔出来,摔出来,摔完之后 哦,绿灯,哦,你们不能吹吹啊 那我先走,看你们表演啦 不介意啦,哇,你黑咪套 穿着一件黑衣,你知道最喜欢穿黑衣黑虎啦 穿到黑咪套的话呢,这么晚呢 其实基本上车都看不到,哇,真的 因为你开开车你就知道啦 你是主要的角度,你一定是想 红灯的话,或者你离远望到已经是红灯的话 你不会assume是有人在那儿的嘛 或者正常来说,这个警觉性没那么高的嘛 可能黄灯呢,反而你会留意一下 就是有没有人还没过完马路啊,那些这样啦 那梁冠呢,都引述一些上诉的案例所指呢 判刑呢,不单止要考虑了一下其他人啦 也都要考虑了安法时候的社会气氛啦 这一句呢,很重要,直视告诉大家 裁判官呢,是会根据上诉庭 上诉完之后所得出的结果 也都令到裁判官呢 知道怎样去判回类似的案件 还有看那个刑罚究竟是怎样啦,对不对 那考虑到了,控罪的性质和两个人都是成年人的 那么即时监禁呢,就是唯一合适的刑罚啦 刚才说的是道米,瑞那个呢,就是第二被告呢 因为他有习警嘛,梁冠就说看一条片呢 哇,这个第二被告呢,相当努力啊 在那里呢,襲击警察啊,令到呢,阿sir呢 受伤的位置呢,就是面部 那所以说啦,中间这位呢 虽然你说要上诉啦 上诉呢,是你有这个权利的 批不批呢,是不是得值呢 就另一回事啦 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啦,态度啦 看看有没有负义和性质这样啦 综合来说啦 不坐牢是你唯一的选择啊,哥 因为就住呢,公众地方造成这个阻碍罪啦 梁冠呢,都判这两个人五个礼拜的 就住呢,姓陈那个呢,就是第二被告的习警啦 就要判减禁呢,就是八个礼拜 不过呢,就可以被你 其中一个礼拜呢,能够跟倒露的罪名呢,同期执行的嘛 所以只剩十一个礼拜啦 学生哥呢,那那些媒体就写十九啦,十八十九那样啦 就说考DSE呀,又洗脑好像很凄惨那些嘛 又说要在欲中完成了最后一份考卷 那你自己拿来的嘛 那就是欲中完成它啦,努力点 不是怎样的 会不会成绩好一点的 应该会的 起码没了手机,没了电脑,没了internet 我会骚扰你呀,是不是? 每天就不买书咯 集中一点嘛,不过没有冷气哦 没有冷气读书会差点 那那那那,找把线搏一下啦 有没有线的呢? 哦,邵家中说过 就会撕那些记事簿呀 那个皮出来 那个皮够硬的嘛,他就摘纸线 哎呀,邵家中真是提议的以上之好 邵家中呢,就很有心得的坐牢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呢 我要找他帮忙啦,是不是? 啊,邵家中有说过哦 他对付炎热的天气是怎样呢? 哇,真的呢 虽然坐过很多牢,只不过短短八个月啦 好像坐了八年那样,八个寒暑的嘛 他说自己呢,就热的时候呢,他有说一下的 拿一条濕的毛巾,就帮自己抹汗 抹完汗之后呢,就坐定个人 干了一点,就擦一些爽心粉 擦了爽心粉之后呢 就再拿那个自己手折的线在那里,就扑扑扑 看会不会好一点啦 哎呀,如果又是流汗流鼻鼻鼻的一声呢 就重复刚才所说的,拿个濕了水的毛巾 又再抹身,如是者,重复重复再重复呢 那就会觉得好很多的啦 那就可以了 是啊 是一种对于你们的医知的一个磨练来的 说到这么天章,降大任于私人,哪里才劳其筋骨,苦其心智 那说回18岁的男生先啦 他本身呢,虽然他本身就是年轻啦 还有在这一宗案里受伤,不过呢 他都是没有负义啦 现在呢,保释等候上诉,不过都获批啦 那五千元的保释金就加到两万 每周报到一次就遵守肖禁令 那跟着呢,判刑之前啦 代表他的大律师就说,哎呀,他真是好惨啊 现在呢,在前教处的安排之后,完成了最后一科的啦 啊,等待考试结果期间呢 这个男生啊,将会展开人生的新阶段啦 对他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啦 那你自己出来犯什么鬼的犯 你自己出来做这么厉害的东西出来哦 那怎么可以不抓你呢 就是要建这些隔离中心啊,检查也好,什么都好 这些其实政府是考虑过呢,跟市民的距离的 你说那个姚中怡博物馆那边呢 距离美孚呢,喂大哥,很远哦 哦,走都走都抽筋哦 当然又没说真的好抽筋的 不过又要上上落落那些这样的 又要走天桥,跟着上个小小的山坡 又要过马路,又这样那样 我从美副地址站,我走过姚中怡那边 我都觉得,都有一点累哦 有一点,有一点远哦 又要路径那些什么公园,又这样那样才到啦 那这条人,我不知道你阻来干什么啦 又说到呢,自己人生有了新阶段 又这样那样,哎呀,案发之后呢 他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令他幻想创伤后遗症 至今天都是纏扰他呀 要依赖精神科的东西呢,给他才可以哦 哎呀,如果再配上去这个什么什么那些 哎呀,很可能影响他的一生呀 哎呀,你不要问啦,你不要问 你问下哪些人脑点他出来,这个倒路呢 什么要阻止呢,哪些人吹鸡呢 是呀 这些很重要的,哪一个是恶魔在背后呢 没错 哇,这件案呢,不要跟其他反修了 你一概而论,作为当区的居民 政府呢,知道政府呢,在附近呢 要建这个隔离营呢,又会担心是无可厚非的 希望呢,法庭考虑啊,这个叫做的刑罰 可不可以叫做非监禁式的刑罰啦 甚至乎是,换刑行不行 哇,你都挺天真啊 换刑啊,哇,你凭什么啊 哈哈哈,地赤是很天真的 真的,很天真,很傻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你太离谱了,这些人 哎呀,他,你什么什么,之后受到什么影响呢 是你自己犯了这件事之后的担心 自己拿来的 拿来的,现在就要承受那个恶果啦 是啊 没错啊,如果你又想叫人去换刑又成呢 麻烦你都给一些些些诚意出来 连一些些诚意都没有的 那我怎么给你呢,大佬 哎呀,真可憐 哎呀,真可憐 那好了,我们今次呢,讲这一宗新闻呢 暂时来这里先啦 是不是真的相当愚蠢呢 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明白阻你做什么 这些,又不是说借你家用 就算阻你家用呢,都不可以习警啊,是吧 没错,真是奇怪 哈哈哈,这样搞到坐牢流暗,等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各位芒有名的话,请你都 或者想到一些什么玄机呢 你都可以告诉我 好吗,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